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图这边有艺术设计 时尚森 国类的 这边的话我们会有党政时刊 这边的话还有党政时刊 其余杂志 店内收集了大大小小1500多种 来自20多个国家出版的期刊 堪称杂志博物馆 这本杂志是我们书店的镇店之宝 这是本杂志啊 对 它是全球最厚的杂志 是厚度的厚 它叫喜马拉雅 它的定价和它的高度是一样的 八千八百四十八 那有人会买吗 当然有啊 我们这本杂志 在我们这边第一天展出的时候 就有读者买的 它就是买回去珍藏的 因为我们这本杂志的话 全球就一千三百本 限量发行 这个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风景 还有一些它那边的故事 护胜书店自然要有所偏心 这里专门为上海出版的刊物 设置了一块砖区 这个区域叫刊读上海 放的全部都是跟上海滩有关的 这个上海故事 你小时候看过吗 我没看过 我们这边好多读者过来 他们就说 哎呀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个上海故事长大的 他们就很怀旧 提到怀旧 我忽然想起 从前的报刊亭是 只能买不能看 而这里似乎有所不同 这些杂志是可以买的 还是只能在这里看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试读本 我们这边特色就是本本可借 本本可买 本本可定 所以我们很多杂志它会有试读本 方便这边的这些读者来翻阅的 应该可以借的 这个也挺实惠 因为杂志里大家看完以后 当废纸扔掉其实挺可惜的 你借完以后还回来 让更多人阅读 其实挺环保的 小时候我比较喜欢看 青年文家啊 像读者之类的 没有报刊亭 找不到了 还能看这书挺有观念感的 我可以拿了两本新明周刊 我是新明周刊的记者和编辑 以这个刊为主题的 国内也很少 很多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杂志 在他这里还能看到 上大学的时候买的某个时尚杂志 那个时候时尚杂志还送小鸯啊什么的 勾起了很多青春回忆 业内人士来这里 可不光是看看杂志这么简单 上面呢 其实这里也是一个窗口 我会来观察 读者喜欢看哪一期 因为你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 他在某一期前面填留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是某一期被翻得比较旧 对我们做专业的工作来说 也是有帮助的 就像一个读者的测评一样的 这期是之前卖脱销的 是因为讲到台港队的夺冠 有一些球迷到编辑部来买 就外面实在买不到了是吧 对 在因为传统的初暴亭比较少 所以大家知道到哪里去买杂志 那像看茶社这种地方 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虽然现在外面的报刊厅变得比以前少了 但其实读者还是很多 对 相信像在深海这样的都市里面 大家的教育程度比较高 各方面素质比较高 所以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读者 是喜欢深度阅读